大家好 和大家來到什麼地方呢 就是來到印度的達蘭薩拉 Dramsha 這個地方就是西藏流亡政府 Tibet這個藏人行政中央CTA的地方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的地方 這個地方呢 當然這個不是政府的大樓 那我現在就是由酒店的騎樓 好了我去看我覺得相當好 我先看外面的環境先 崇山晉嶺 這個地方如果由新德里乘飛機來 大概要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向北飛接近這個 但未到這個巴基斯坦的地方 都是印度管轄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流亡政府的地方 也都是達蘭薩拉 居住的地方 崇山晉嶺其實再回去 就是其實去到帕米爾高原的了 那麼跟著這個地方呢 其實是叫做喜馬拉雅的地區 那麼你看到下面這個地方呢 其實是一個叫做訓練僧侶的地方 佛教有所謂的 這個佛法增火法增 那麼這個地方也都可以拔 大概2050米左右 就是兩座大帽山的高度很高 所以天氣隨時變化 剛才剛剛說的是大 很晴天的 看看突然之間一塊雲就飄過來了 所以雲的高度跟這個地方是同的 所以在雲中呢 天氣變化會突然之間變的 那麼你看到下面的地方呢 很多喇嘛僧 即是他們的僧人呢 他們在訓練期間呢 就要答辯辯經 所以細心點聽他們的聲音 啪啪啪聲 是吧 即是他們有一個坐在那裡 那麼有人會質疑他的問題 要Q&A Q&A 那麼這個就是他們答辯的方式 辯經 那麼他們這個是藏傳佛教的特色 那雖然我不是藏傳佛教徒 但我覺得 他們有這樣的文化呢 是很值得尊重 還有好好去體會他們裡面的智慧 那麼接著你看 哇 雲已經在這裡 山上的地方 還有這個地方呢 基本上都是達瀨撒拉 比較高一點的地方的 達瀨撒拉有上達瀨撒拉 也有下達瀨撒拉 那麼我其他影片都會看到裡面的 一些市街的情況 哇 就是相當 那些路呢 其實是很難駕駛的 那些車呢 其實一條路呢 是隔硬的這樣駕駛下來 很多都已經凹含了 你看看 這條路凹含了 是吧 那你就照駕駛的 那你那些 車啊 或者電 機車 即是電單車呢 也都需要很小心行駛 在這裡駕駛得到車呢 你基本上到處都駕駛得到車 這樣才省油和油力 那這個大概就是這樣的情況 山那邊呢 就是另一方面的東西了 再攀過去呢 高的地方沒有人住的了 因為很冷的 那我 即是現在這個時間呢 我大概 現在這個時間 在香港或者在台北呢 都三十多度了 很辛苦了 這個地方呢 二十二度 兩針針的 還有忽冷忽熱的 因為它是雲中 所以突然之間呢 嘩 突然之間 寒一寒 現在突然之間呢 就是會 說成流汗 就是汗流接輩的樣子 那這個就是 挺有特色的地方 這個地方印度 給了這裡呢 很大的一個流亡政府呢 可以在這個地方運作 而流亡政府基本上都是 勸這裡的人呢 去沿用回 印度當地的法律的了 他們不會製造自己的流亡政府的法律 成為自治區的 不是 他們要所有的人呢 都要守回印度的法律 這點是很特別的 那同時後呢 亦都會 對於是 即是藏人各方面的一種 關顧呢 亦都是相當難得 那只是在這個地方呢 都有很多個藏人在這裡 據稱呢 有成六萬個藏人的 即是 不只是這個地方 是印度 六萬個藏人 那分配在不同的地方 達南沙拉 可能有幾萬 那我想在這個地方是相當有特色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來的 是由香港來台灣來的 那可以先去德里 那台灣沒有直飛 就要通過新加坡 或者曼谷 或者越南 或者香港 當然我不會去香港了 就直接轉 就間接轉機來到新德里 再搭一個半小時的飛機呢 來到這個地方的 那希望大家都 就是知道了 那我想很多 對於佛教 或者藏傳佛教的文化 有興趣的朋友呢 亦都是相當熱衷這個地方 希望大家 就是 繼續這樣好好來 哇 在這個地方 偷得浮生半日下 哇 這些騎友還有 這麼正豆的地方 哇 可以坐在這裡 想一下東西 OK 那 跟大家講到這裡先 那現在要吃飯了 拜拜